我为95后新型学院代言 我叫张诗萌 张诗萌 女22岁天津人 天津天师学院大社 视觉传达专业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在座的12位boss们 以及两位HR老师 大家好 我叫张诗萌 今年22岁 现在是一名视觉传达专业 大肆在读的学生 在校期间曾经获得过 联合国青少年新百科 知识文化大赛的三等奖 然后还获得过 天津市文艺展演的三等奖 在校期间担任 校学任会外联部部长的工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寻找一份 有关于线下活动执行策划 线下主持人 以及公关买手相关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胡老师您好 你好 你好 有手这么冷吗 我是挺紧张的 我脸都红了 我现在感觉脸都在发烫 有啥红的 你是来求职 不是来相亲的 相亲都没这么紧张 现在没这么紧张了 放松一点来 你是视觉传达专业 今年没毕业是吧 然后是明年毕业 明年毕业 你们视觉传达专业需不需要手工画的能力 对 特别需要手工画能力 然后我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国画 然后为了应届高考的要求 从高中开始学习了西画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 我们要画裸膜 全裸的那种 画男的画女的 男女通师 我以前我做过一期节目 其中有一个爸爸 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男生 他是做裸膜的 他说当我完成工作之后 把衣服穿上走出去的时候 我整个人感觉是不好 是这样吗 不是吧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爸爸 虽然他不在 我想问他 如果觉得这份工作是一个缺乳 为什么还要去做 缺钱嘛 他是孩子有白血病 他也是其中的 很多工作当中的其中一份 那说到这里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家 已经发展得这么伟大了 然后我们同学们和成人们 大家的思想都在不断地前进着 那我们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纠结他某一个点 为什么要抓住他 全裸这个点不放呢 为什么不能去 拓宽自己的眼界 冒昧地问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这是一个 非常客观的 对这个职业的评价 如果你爸爸去做裸膜 我说你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再掌声 好 谢谢 因为我是本身学艺术的嘛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见怪不怪 非常洗礼平常的事情 那我本身的话 肯定是愿意为艺术先生 包括 好